哈喽兄弟们今天刚刚花了1500万免币 搜了一个小片料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片料价值1500万免币 就是这个小片料了 可以看得到下面我们封了一个小锡纸 这个就属于淡面的片料 像缅甸人他们就会把这种色比较好的把它切出来 他们就会这样去卖 我们主要是剥这个片料的起货效果 因为最终这个是要磨淡面的 磨出来淡面之后 剥一下它这个光杆 还有它的颜色能不能释放出来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颗不起眼的一个小蛋面 我们拿去把它打磨抛光 看看它最终起货效果 值不值1500万免币 挖不夺手啊 直接开杆 现在的形状现在已经磨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像磨这种蛋面呢 必须要使手艺很好 因为它要不断的找这个形状嘛 之前的话黄位不是很足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黄位已经出来了啊 这样蛋面打出来之后呢 它的色就感觉会比较匀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在那个后面那个机器上 在上面磨光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颗蛋面的超光起货 这1000多万的蛋面我们现在已经消化通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和效果 自然光线下的一个效果啊 它的色呢还是非常的匀的 而且肿还是够的 最大的缺点呢 其实就是它的黄位啊 欠缺了一点 但是也是非常大颗的 像这种大颗的话 我们男士带的话都已经够用了 厚度也是比较饱满 像这样的蛋面呢 因为它是香的一个铜拖呀 就是在旁边那个铜拖垫随便配了一个拖 如果说最后我们用金箱好好设计一下 这个蛋面还是非常出彩的 所以说像这种蛋面呢 我们通过打磨放过 起货还是比较一项的 关注我 排货中 那你了解什么